平静的乡村 为何频频出现彩笔纠纷 在一段时间内特别多 妙龄少女来相亲 究竟是爱的使者 还是处心积虑的阴谋 我把我女儿带出去相亲 我很正常吗 这个有什么东西错了 法庭审理 即将揭开怎样 令人震惊的事件真相 看来也不像是骗子 评审现场马上播出 淮安特大骗婚案 2015年上半年 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的 多个派出所 陆续接到了多起报警电话 报案人均称家里面 出现了彩礼纠纷 我们这边很多派出所 他都在同一个时间内 他都接到很多关于 这个婚姻纠纷的这个报警 案例说 两家人在谈婚论假中 因为彩礼的问题 发生一些纠纷 甚至因为纠纷 闹到派出所的事情 也算是正常情况 经济上的问题 台幕好 台幕好然后就报警 短时间内 多名市主因为彩礼纠纷 到派出所报警 这样反常的情况 让办案民警敏锐地意识到 事情没那么简单 三次四次 五次发现不对劲 然后其中有一次 他介绍的小女孩 是同一个人 这个就让我们感觉到 是比较意外的 同一时间段 同一批人 同一个讲法 一连串相似度极高的警情 究竟是巧合 还是隐藏了不可告人的命 总是你们几个人 而且父母也是那几个人 当时就感觉有骗的成本在里面 报警电话越来越多 受骗涉及金额也越滚越大 犯罪嫌疑人却始终不见踪影 那么这些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难道真的是假借相亲之名 在骗取财礼吗 他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他这个女方就要去南方下去看家庭 所谓的看家庭 然后下面就牵扯到 见面你了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发现 这群人往往在拿到礼金之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更让警方始料不及的是 很多报案人 却根本无法提供对方的真实姓名 和家庭住址 就是他这个相亲的时候 他会使用这个假的名字 也正是这个名字 成为了整个案件的突破口 发现这个小女孩的母亲 有婚杂病前科 家庭收入来源的话也很可疑 当时我们就很警觉了 随着调查的深入 以苏娟 陈丽虎 刘静为首的一群人 逐渐浮出了水面 而女孩母亲苏娟的背景 更是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种种迹象都表明 这个叫苏娟的女人 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我们就查这个人 然后我们就通过她这个社会关系 我们就到谎言区那边去走访调查 苏娟 这个看似普通的中年女性 她到底是谁 她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本领 在案件中 她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她变成了一个中心 而事实上看 的确她在这个整个一系列案件当中 就是她为主导 2015年7月 苏娟 陈丽虎 刘静等13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诈骗罪 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我是七期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听审现场 在苏娟 陈丽虎 刘静等13名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 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彩礼风波 才揭开了冰山一角 那么犯罪嫌疑人 苏娟 陈丽虎等人的骗数 到底有多高明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受害人 上当受骗呢 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这个以苏娟为核心的诈骗团伙 作案30多起 诈骗金额更是高达100多万元 他们的作案手段也是到了 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即将开始的法庭审理 又将揭开怎样令人震惊的案件真相呢 开庭 环市环区人民法院 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由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苏娟 陈丽虎等13人诈骗议案 首先由公诉人驯读起诉书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怀检诉行诉2015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 2015年1月至6月近半年的时间里 被告人苏娟 陈丽虎二人 何谋已介绍被告人刘静 吴庆龄 袁杜娟 吴小雨 徐文华等人 与未婚男青年谈对象为由 骗取男青年财物 而为了骗取对方信任 又纠集汪树华 赵雪芹 李文军 杨春红 苏平 刘东等人加入 先后在宿千市四阳县 淮安市淮安区 扬州市江都区等地 合伙实施诈骗38起 共骗得现金人民币约110余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苏娟 陈丽虎 刘静 赵雪芹 吴庆龄 刘东 汪树华 苏平 许文华 颜杜娟 李文军 杨春红 胡小雨 以非法战友为目的 采用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 上述被告人的行为 均触犯了刑法第266条的规定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处责任 先读完毕 采访中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在当地农村有一些条件不好的家庭 男孩子不好找媳妇 孩子的婚姻大事 也就成了压在父母心头的一块大石 现在农村男孩可能 打的男孩特别多 找到一家特别难找 他这个结婚的心情比较迫切 按照当地的婚嫁习俗 男女双方在正式结婚前 男方一般要给女方订婚礼金 还要买一些金银首饰以及新衣服等物品 这些花费一般在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而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对于收入并不高的农村家庭来说 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然而众多受害人万万没想到 新郎官没当成 到头来却是人才两空 空欢喜一场 生活上肯定会有影响 因为很多人家 他本身经济是不富裕的 然后你看找了一个小女孩 老娘好看看 小小不错 能谈 咱们就谈嘛 谈到你得要钱 没钱怎么办 借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很多受骗的人家 至今还在努力偿还债务 我了解的就是我们四养的 就我们西里安家当中 有一个四养的受害人 他现在在南京 亲戚家的饭店里面打工 一分钱报酬都不要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父亲年纪大了 我不能让他去 为我再去承担这样的债务 除了要承担巨额的债务 受害人还饱受着家人的埋怨 与旁人的非议 更严重的是 他们在精神上 更是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因为我上次人家 根本介绍了一个 后来人家一听讲这话 后来人家都不愿意做 就是想说 我被人家骗了这么多钱 你包括就正常的相亲 他可能都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说都会不会又是我被骗了 还是怎么 用很多受害人的话讲 本来是欢欢喜喜的去相亲 没想到 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而人才两空的结果 更是让很多经济条件 本来就不好的家庭 雪上加说 可让人不解的是 对于婚姻大事 这可是涉及孩子一辈子的幸福 按理说 做父母的应该会很慎重的对待 至少也得先弄明白 对方的底细呀 可是为什么本案中 会有这么多的家庭上当受骗 甚至很多人连女方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那么被告人 苏娟等人究竟是一伙怎样的人 对于公诉人的当庭指控 苏娟等人会认罪吗 法庭调查马上开始 让我们来看看 13名被告人又会有怎样的说法与辩解 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阶段 苏娟与陈利虎二人 首先接受了法庭的讯问 他们到底是用什么办法 让那么多人上当受骗的呢 面对即将开始的法庭调查 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除被告人苏娟以外 请法检将其他12名被告人 代理法庭候审 被告人苏娟 你对其次都指控 你参与的这个犯罪事实 有没有不同意见 没有 是否至于认罪 认罪 公诉人可以庆问被告人 你们通常通过假相亲骗钱的 这个基本手段是什么 就是利用小女孩 然后相亲帽 聘求介绍费 只有介绍费吗 然后订婚吗 相亲礼有没有 有的有的有的没有 通常这个相亲见面礼 和订婚礼金数额是多少 这不一定的 你与陈立伍等人 是也没有经过预谋啊 有预谋 但是经额没有商量过 那骗到的钱是如何分赃的呢 跟陈立伍骗你 骗的钱 然后他拿一半 我拿一半 苏娟说 自己通常扮演相亲女孩的妈妈 带小女孩去相亲 再通过假订婚 骗取南方见面礼 和订婚礼金 但具体数额 都是由没人来沟通 给多少就是多少 骗来的钱 会与陈立虎对半分 那么陈立虎 究竟又会在法庭上 说些什么呢 在相亲过程中 他又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被告人陈立虎道庭 现在公司人 可以循环被告人陈立虎 你与苏娟是如何商量 通过他手上的女孩 去相亲的 去骗钱这个事情的 有男孩要谈女孩的 向男孩介绍女孩 然后呢 苦见面礼是吗 对 你在这些涉案事实中 通常的身份 到时候介绍你是怎么介绍的 是媒人 陈立虎供述 自己在赌场认识苏娟后 二人合谋 决定用苏娟手里的女孩子 通过假定亲的方式 去骗取南方财物 而他在相亲过程中 主要扮演女方媒人的角色 来与南方媒人沟通 订婚金额等事宜 再由南方媒人向南方转达 自己从中赚取介绍费 和部分订亲金 拿到见面礼和订婚礼以后 你与苏娟等人是如何分赃的 分我们没关系 只有拉姐作费 分到以后 你有没有与其他人在分 有 分给谁 作业勤 严重红 好 没有其他问题了 陈立虎供述 他和另外两名被告人赵雪芹 与杨春宏 都是作为没人介绍对象 参与诈骗 那么相亲中最重要的人 也就是那些女孩 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面对公诉人的当庭询问 他们又会怎么说呢 下面公诉人 可以新闻费号吗 刘文静 公诉人问你第一个问题 你的真实出生日期是多少 1997年2月48 好 问你第二个问题 你在凡荣新区被抓获的时候 从你处查获的刘文静的身份证 是怎么来的 陈立虎给我的 我有问题吗 有 第一个问题 你一开始知不知道 带你去相亲是骗婚的 不知道 那你后来感觉不对劲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参与 不去两岸会有争执 甚至打架 严重的话 为什么起争执 因为我不愿意去相亲 骗到钱之后 你把钱都给谁了 交给他们了 你自己有没有拿钱 说吧 法庭上被告人刘静 显得既无辜又委屈 他说自己是在苏娟的吉利劝说下 才参与了相亲 事后也并没有参与分赃 同时刘静表示 在他参与的案件中 有些是假相亲 有的却是真恋爱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你们真谈恋爱跟骗婚是有什么差距啊 有什么差别啊 相亲的择劲啊 我就叫刘静 然后不会去拿钱 然后是先聊天 那你平时家里人都叫你什么名字 刘文静 为什么叫你刘文静呢 小名就叫刘文静 你还记不记得少骏这一起是不是骗婚的 记得 不是 刘静说 自己在真相亲的时候 会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刘静 可他一方面说 在邵俊案中自己是真恋爱 另一方面 他又使用了刘文静的假名 显然这两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那么 与刘静同样作为相亲女孩的其余几名女孩 又是怎么说的呢 下面 公司的被告人吴清凌 被告人吴清凌 你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参与苏轩他们安排的这些假相亲的 具体时间 我也记不记得 是生小孩之前还是生小孩之后 生小孩之前 你与那些陌生男孩相亲的时候通常使用的名字是什么 吴灵 是谁介绍你的还是你自己介绍的 苏轩介绍的 令人意外的是 被告人吴清凌实际上是一个已经有丈夫的女人 那么他究竟是为什么还要去假装和别人相亲呢 吴清凌请你这个回答辩护人的几个问题 第一 你是如何被加入到这个诈骗团伙当中呢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他们劝了我很长很长时间 然后不参与的话回家就给脸色什么的 那他们是指谁啊 苏轩 除了刘静与吴清凌以外 根据公诉人的指控 还有同样作为相亲女孩的两名被告人 袁杜娟和吴小雨 他们难道也是在苏轩的劝述下参与了假相亲吗 法庭上被告人袁杜娟和吴小雨供述 他们分别是刘静吴庆灵的朋友 后经由二人介绍认识了苏轩与陈利虎 又在苏轩与陈利虎的劝说要挟下参与了诈骗 而另外一名被告人徐文华则供述自己已经结婚 是陈利虎联系自己的大舅李文君和舅妈赵雪芹 让他过去帮忙扮演相亲女孩 并答应事后分钱给自己 半年内相亲38次 也就是说平均每几日就要去相亲一次 如此高的频率让人感到震惊 除去相亲女孩外 在这场相亲大戏里 还有一个看似不起眼 但又至关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负责接送他们的司机 刘东 下面公司人可以信问报告人刘东 苏轩陈利虎等人带你去南方家里 通常你的具体行为是什么 我一般到那边 然后他们下车 我就坐在车上面等玩手机 那你刚才的陈述中 是不是就表明你的主要作用就是开车接送 对 那你主官上是否明知他们在做什么 我知道去相亲的 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犯罪 刘东供述自己只是一个司机 事先并不参与细节谋划 事后也不参与分赃 那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东 除了作为司机接送苏轩等人实施诈骗外 还偶尔会扮演乡亲女孩吴庆龄的哥哥的指控 有是否是事实呢 起诉说指控你 有几次在涉及到吴庆龄的时候 那么起诉说指控你的身份是哥哥 扮演的是哥哥 那么这种哥哥身份是你自己主动介绍的 还是别人介绍你的 我从没有主动介绍过任何一个人 我是他哥哥什么 至于谁介绍的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都是开黑车区的驾驶员嘛 就是你没有主动介绍过 谁介绍的你不知道 不知道 刘东说自己平时靠开黑车谋生 接送苏娟等人后 也只是按时间和里程拿自己应得的车费 在接下来的法庭调查中 被告人汪淑华供述 自己不仅会作为女方媒人介绍对象 还会扮演女方家长 骗取男方家的信任 身份多变 而苏娟的二姐苏萍则供述 自己在部分相亲过程中 扮演过相亲女孩的二姨娘 不到半年时间 13名被告人涉案30多起 案值100多万元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组织骗局 疯狂实施诈骗 法庭举证致政 即将揭开怎样令人瞠目的事件真相 庭审现场继续播出 怀安特大骗婚案 在法庭调查阶段 尽管苏娟陈丽虎等人 对于公诉人的当庭指控 给出了自己的辩解 但有一点目前是可以明确的 那就是绝大多数被告人 对于公诉人的指控 没有意见 也就是说 相亲只是一个幌子和借口 他们的真实目的 就是要骗去被害人的钱财 那么苏娟陈丽虎等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用骗来的钱 究竟要做什么 而让人更加难以置信的是 苏娟竟然一家四口 共同涉案 接下来公诉人将出示怎样的证据 还原事实的真相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由公诉人进行举证 法庭举证制证阶段 公诉人首先出示了苏娟和陈丽虎的供述 以及受害人的陈述 用以证明被告人苏娟等人 利用被害人急于娶妻的迫切心理 以及对本地媒人身份的信任 从一开始就有预谋的诈骗钱财的事实 记者也从采访中了解到 苏娟等人往往是先领着女孩 与南方见一面 只要南方没意见 便第一时间向南方索要财礼 为了不让南方产生怀疑 苏娟等人可谓做足了周全的安排 不仅会临时租用房屋假装住所 每个人还都有详细的分工和不同的角色 下面出示被告人陈丽虎在侦察机关做的12次供述与辩解 陈丽虎负责找男孩子 苏娟负责找女孩子 其和赵雪芹 姚乃作为女方介绍人 苏娟以吴庆龄或刘靖母亲出现 也可能是姨娘 还冒充过袁杜娟的母亲 刘东以驾驶员或吴庆龄哥哥的身份 花姐就是汪树华会以吴庆龄母亲或姨娘的身份 刘靖吴庆龄 袁杜娟都是谈对象的女孩 没人负责和南方提相亲前和见面礼的事情 陈丽虎的供述中还提到 为了达到骗取钱财并不被人发掘的目的 订婚后 他们通常会找各种理由逼迫南方主动回婚 把民警在采访中也提到 这正是他们骗人高明的地方 订婚以后 我们会找一个理由为难南方 让南方主动提出不做亲 如果南方闹得凶了 我们就把钱退给南方 因为怕事情扩大 被人发现我们是骗婚 被告人苏娟在侦察机关所做的供述 与辩解中提到自己曾因诈骗坐过牢 也就是说苏娟明知这样做是犯法行为 可是一个已经尝到过违法苦果的人 又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呢 一个是为了生活手边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没做这个事情 其实等到回来的时候我也在家里面 买了个葱事地平 也没了年轻人做的生意 也不过生活的 可能后来就是认识成立虎的 苏娟共受 自己出狱后 刚开始她确实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可是她却改不掉爱好赌博的恶习 后来又因为赌博欠下了巨额赌债 为了还债 她和在赌场认识的陈立虎一拍即合 决定重操就业 继续利用给别人介绍对象来骗取钱财 之前所说这个 你实施这个诈骗行为 主要是为了这个 还这个赌场的这个钱是吧 对 就是这个半年内涉案 将近一百余万元 你都是基本上都是陆陆续续 在还这个赌债是不是 我也没拿到那么多钱 但是基本上都是用来还赌债 那你说生活所迫 赌钱造成的赌债 真的叫生活所迫吗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 可是疏红了眼的苏娟 为了偿还自己欠下的巨额赌债 不仅不惜再次触碰法律的红线 这一次她还亲手将自己的儿女 也拖上了犯罪的道路 是出于什么原因 你又做了什么 让她参与到骗婚 不是欠人家的钱嘛 人家帮我要 我就跟小孩 就在去那种哭啊 什么什么的 她就行得很不耐烦的 就说妈妈答应 弄一两只 帮你张还的 你就给我好好的 或许你以前也做过劳 就这样说吧 小孩子 有的事情 我也不敢跟他们讲 因为外面人家要钱 我就有还 我就蒙蔽 骗小孩 小孩嘛 他也就忙 忙胸 他对法律也不懂 我感觉就是说 苏菅这个人啊 他是蛮会利用别人的心理 你看他自己 在赌场里面输钱了 陈利虎也输钱了 他利用他这种 大家都想 赚这种不义自财的心理 然后对他的女儿 儿子 那他更多的用的是一种 怎么说呢 子女对母亲这种不容易 这种怜悯之心 利用他们这种心理 提到自己的儿女 苏娟的情绪有些失控 可是她的疯狂还远不止于此 除了将自己的亲生女儿 拉去骗婚 就连怀孕的儿媳 她都没有放过 被告人吴庆琳 你与刘东的关系 没有结婚证 但是有个小孩 吴庆琳是怎么加入这个团伙的 这个孩子 他比刘青跟刘东更懂事 有的时候也是我鼓务他的 对吧 是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 只要花人家钱花了以后 妈妈以后就不会再住的 最意外的就是我们后来发现 他把他的儿媳 跟他女儿 同时拉出去 跟不同的男孩相亲 他都已经做奶奶的人了 他把他这个儿媳 还拉出去相亲 这个就是我们最意外 而且他的儿子 还作为司机 把他老婆带出去相亲 这个当时是我们 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特别特别差异的地方 如果刘东说 母亲带妹妹刘静出去骗婚 自己不知情 那么带自己的妻子出去 与别的男人假相亲 他难道依然不知情吗 吴庆琳参与这些活动 你也明知他们参与的活动 你当时为什么没表示反对 我表示反对的 我问他为什么 我妈说 平时带我们一家四个孩子 生活得很不容易 而且外面他好像有欠的 不少人钱 好像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 然后我当时 我听到我心里很乱 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第一次可能他不一定知道 说我们这是在搞诈骗 第二次第三次 不管是定金 还是见面礼 现场就分掉了 那他还不知道这是诈骗吗 对吧 只是说自己给自己 找一个现金安卫 我也没做什么 上天看你事情 我就是配合他们去演一下 对吧 我也没对这个小男孩 造成什么样的多大的 实质性的伤害 看到这儿 案情已经基本上清楚了 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 被告人苏娟 陈利虎等人 承认了自己的反罪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 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 那么本案的13名被告人 最终将为自己的犯罪行为 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 庭审现场 法庭辩论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被告人苏娟陈利虎等13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法 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 自愿给予女方金钱首饰等财物 使被告人成功获取大量财物 对其行为均应当认定为诈骗罪 公诉人同时认为 本案中13名被告人 十分十合 共同实施诈骗行为 系共同犯罪 在共同犯罪中 陈利虎苏娟二人 是犯罪事实的组织者 指挥者 其主要作用 应认定为主犯 关于本案的量刑情结 被告人苏娟 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后 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刑 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之罪 根据刑法规定 其系累犯应从中处罚 下面由各被告人 可以发表自行的辩护意见 我认罪服法 我服从法院的破解 下面由被告人刘静 自行辩护 真正的法官大人 只怪我当时年少无知 不知好坏 请看看我们一家人都深夜劳动 给我们家安征有一个盼管的机会 谢谢 被告人刘东 可以发表自行辩护意见 请求守博长 给我们家一个人判缓的机会 因为我们家外面 还有孩子在外面 一家老小 如果全家人都进来了 一个家就破碎了 下面由各辩护人 为被告人进行辩护 首先由苏军的辩护人 发表辩护意见 辩护人就被告人涉嫌 诈骗罪的事实认定及量刑 提出以下 法辩意见供法人参考 第一 事实认定方面 辩护人在庭审执政中 已经详细提出 部分案件没有被告人的供诉 或者没有受害人本人的直接陈述 证人证言与被害人之间 具有一定的厉害关系 其证明力相对较弱 苏军的辩护人提出 苏军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属于坦白 且在案发后 已经部分退彰 有毁罪表现 依法可以重新处罚 中上所处 背后人恳请法庭 从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 刑事政策出发 考虑到被告人坦白 部分退彰 及自愿认罪的情形 对被告人 书军依法重新减轻处罚 以达刑罚之感化 教育功效 同时亦体现 判言相继的刑事实法政策 以上辩护意见 请法庭予以考虑 陈立虎没有请辩护人 并当庭表示 不发表辩护意见 刘静的辩护人认为 刘静由于是在 其母亲苏娟的亲情绑架之下 才走上犯罪道路 且主观恶性不大 实质上 在本案中 也属于受害人 刘东的辩护人则提出 刘东在共同犯罪中 属于作用较小的从犯 其主观目的只是赚取车费 并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和分赃 并且 她也是在母亲的胁迫下 走上犯罪道路 应从轻处罚 吴庆龄的辩护人表示 吴庆龄也属于在 亲情强制下的被动犯罪 且其家中还有年幼的儿子 需要照顾 建议法庭对其适用缓刑 下面由各被告人 发表最后陈述意见 首先由被告人 苏坚发表最后陈述意见 我就请什么当方 什么人给我来这个机会 还有就是 严重街 干五岩语 这孩子都是因为我爱情 如果不是因为我 这些孩子 这些人生路上 都不会花了这么一笔 请你给他们一筹去 法庭上 被告人苏娟 在最后陈述中的情绪 很是激动 他表示 希望法庭可以对其儿女 儿媳 以及袁杜娟和吴小雨 进行从轻处罚 其与被告人陈立虎 汪树华 赵许琴 李文君等人 则均请求法庭 对自己从轻处罚 本庭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和刚才的被告人 最后陈述等庭审程序 本案的基本事实已经查清 部分争议事实 和部分被告人提出的 自行辩护意见 在本庭核查后 在组织控制双方 进行执政 现在宣布休庭 急于为儿娶妻 他们轻信别人 人才两空 立于熏心 他们编制片局 不择手段 疯狂诈骗 广告之后 法庭即将宣判 请继续关注 庭审现场 2016年12月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对本案做出一审认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苏娟和陈丽胡等 13名被告人 以介绍对象为由 诈骗他人财物 均应当以诈骗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指控的罪名成立 据此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苏娟 陈丽胡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 11年6个月 10年6个月 并分别处罚金 人民币22万元 20万元 被告人刘静 刘东 吴庆龄 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4年 5年 和3年6个月 分别处罚金 人民币8万元 7万元 和9万元 被告人 赵雪芹 汪树华 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5年6个月 各处罚金 人民币10万元 被告人 苏平 杨春红 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10个月 2年 分别处罚金 人民币 15000元 和6万元 被告人 李文君 徐文华 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 拘役4个月 缓刑6个月 拘役2个月 缓刑4个月 并处罚金 人民币 1万元 和5000元 被告人 杜娟 吴小雨 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10个月 缓刑1年 有期徒刑6个月 缓刑1年 并各处罚金 人民币2万元 因为染上 赌博的恶习 欠下巨额高利贷 被告人 苏君 在自己制造的泥潭中 越陷越深 甚至不惜 拉上自己的儿女 铤而走险 最终 再次受到 法律的严惩 好端端的一个家 也为此 分崩离析 在此 我也想提醒大家 在相亲的过程中 如果在相处很短的时间里 对方就提出了 钱财等方面的要求 那我们就一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给犯罪分子 可乘至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听神现场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见